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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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电影的高潮 这个高潮的特点就是影片的产量大幅度的增加 创作的题材空前的广泛 面对整个社会表现各种阶层 第三 创作的风格多种多样 艺术水平达到较高的层次 思想主题不断的深化 那么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影片 像我们介绍的余光曲 在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上 获得了第九名 三十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的作品 有《神语》 胡勇刚导演的 我们那天也介绍了是远林月主演的《神语》 还有就是《逃离吉 马鲁天使》 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话 在以后还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青睐 一九八四年 在意大利的都林市举行了中国电影回顾展 在回顾展上放映了三十年代的这些电影 《神语》《逃离吉 马鲁天使》 所以意大利的同行非常赞叹中国电影的巨大成就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意大利有一个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在五十年代开始 可是他们说新现实主义运动应该摘述到三十年代 当时候中国的电影才是真正的新现实主义运动 所以给予中国三十年代电影以很高的评价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一位香港的记者也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 为什么呢 他要寻觅当时候电影音乐的这个作者 三十年代电影 我们知道马鲁天使的世纪歌 周璇金嗓之所唱的世纪歌 馈之人口 我们现在上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 那还有十字街头的插曲等等 那么当时候很多的插曲到现在还活在广道观众的心里 所以三十年代的电影音乐也是有它这个很强的生命力 三十年代的电影至今还保持着它的长久的魅力 在表现手法上我们说三十年代的电影它的风格不一样 同样是表现青年学生毕业以后的悲惨遭遇 逃离极非常深沉悲痛的悲呛的 马鲁天使以悲喜交融的手法 以幽默风趣的手法 表现生活在大城市最低沉的小市民的喜怒哀乐 所以同样的题材表现的手法和风格都不一样 同时在思想主题不断的升华 它不仅是表现一般的婚姻的不平等 爱情遭到旧势力的扼杀 同时把妇女问题婚姻问题和时代社会联系起来 加以考察 寻找这种不幸的婚姻的社会根源 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批判力量和更深的社会意义 所以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那今天我们想讲的是第二家 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电影 和抗战胜利以后的中国电影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二讲 抗战期间和胜利以后的中国电影 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一下 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影谈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想讲一下就是总体的中国当时的形势是大帝当前 所以以救亡为先 国共出现了合作 那么在电影方面同样也是这样 813以后 1937年8月13号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扎摆普陀 扔了很多炸弹 日口在上海打了仗 上海的戏剧界 旧王协会 组织了13个演局队 戏剧演出队 从上海丰富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抗战 宣传旧王 回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 开头的时候 他们组的旧王队到各地去演出的状况 所以到了1937年的年底1938年的初期 全国95%以上的戏剧工作者都集中在汉口 武汉当时候保卫大武汉吧 所以他们都集中在武汉 1938年3月27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相对相应的也成立了 就是中国电影界抗敌协会 那么作为国民党政府方面来说 他有一个南京的中央电影摄影场 也迁到了武汉 拍摄了纪录片 卢沟桥事变 空军战机 松赫前线 反映抗战初期 中国军队抵抗日寇的一些 这个史实 1941年 在进步的 左叶的电影工作者的参与项 因为当时国共合作了 所以那个上海主页三十年代拍摄神女 马路天使 那个逃离节的这些电影工作者 参与了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工作 拍摄了抗日的影片 中华儿女 长空万里 中华儿女在五十年代 中国大楼也拍摄的 那是另外一个 就41年拍摄个中华儿女 它是由四个小故事组成的一个抗日的乐章 这是就是国民政府的一个方面 就是中央电影摄影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汉口摄影场 汉口摄影场原来是属于这个蒋介石的南昌 颖颖的政训处 1935年成立的 到了1938年 他改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那是周恩来参与的 三厅的厅长是郭沫若 文化厅的 他就扩充为中国电影制片厂 他从1938年1月到10月就拍摄了三部故事片 50多部纪录片新闻片动画片宣传抗日 1938年9月迁往重庆 1946年迁回南京 地主国防部 1948年8月迁往台湾 台湾有个中国电影制片厂 那是从这个这么演变发展过来的 那么这个中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八百壮士 宣传那个谢静元的团长啊 在上海四行仓库啊 抵抗日本鬼子的那个侵略 可搁可惧的成就 可搁可惧的业绩 是吧 那个最后是忍痛出离了 撤离那个上海的那四行仓库很有名的 现在上海还有个叫静元路嘛 静元路就是那个团长谢静元的名字明明的了 是吧 拍摄了这么一个历史史实的影片 我们还看一些影片的期末就可以知道这个影片的内容 保卫我们的土地 保家乡 好丈夫 青年中国 筛上风云 胜利尽心穴 等大量的抗战的爱国的影片 那这个就是 从这个角度 那么是国公合作 那左叶的唯一工作者 和国民政府的中央电影 摄影场 汉口电影摄影场 都进行了这么一些抗日的宣传工作 那么第二方面我想讲一下孤岛的电影 那么当时候上海 那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租界 还有一些孤岛 在那里我们大家都知道孤岛文学 那么孤岛的电影 他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 但是就是他那里的情况比较曲折 1938年的上半年 基本上那里是色情恐怖片 新华影业公司拍了十多部的色情恐怖片 因为孤岛的话环境比较特殊 边上都是日本人 上海也跟日本人占领了 可是呢 在租界上还有一定的活动的余地 到了1938年的7月 上海集园社成立 当时候发生了一个茶花女的事件 新华电影公司拍了一个影片 茶花女 但日本人他比较那个 他把这个茶花女啊 拿到日本去放 买下来 戳高价 问中国的电影公司买下来 到日本去放影 这样的话呢 能引诱中国的电影业 是吧 你们和我们日本人做生意 拍摄的影片 我们日本人给你买下来 让你赚钱 但是他来控制中国的电影业 那么上海租界的电影工作者 还是很有国气 试破了这个他们的阴谋 发表了声明 就表示不要受日本人的控制 这个爱国的这个斗争啊 在诸界表现的比较曲折和含血 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二月 一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开始拍摄 学现旧国的那个影片 像木兰崇军啊 花见泪 乱世风光等等 木兰崇军通过花木兰的故事 来表现 抵抗外遇 抵抗外寇 保驾为国的这个思想 但是这个时间不长 到了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那么日本人就进驻了 那个租界 孤岛就沉沦了 所以就结束了这么一个孤岛电影的短暂的一个时期 那么到了到一九四二年 至一九四五年 在这期间 中国电影的创作 基本上是终止了 因为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人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 那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孤岛承认了 所以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基本上是沉默了 那么转而对苏联电影 美国电影的介绍和评论 直接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创作电影了 那么把苏联的电影啊 拿来介绍 介绍苏联的电影 保卫斯塔丁格拉 麻门教授 反法西斯题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还有那个利宁在一九一把 利宁在十月 这个电影的在四十四年四五年期间 在中国进行介绍 同时介绍美国的进一部影片 朱碧琳主演的大独扯者 大独扯者 也是在那个时期 传到中国来的 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影坛呢 一个是大后方 我们说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合作 中央市营场和汉口市营场拍摄的抗战影片 孤岛的电影 还有对外国电影的这个 凭借 主要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 抗战时期的中国影坛的一个特殊的景观 那么第二个大问题 我们想我们就讲一讲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影坛 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啊 那中国影坛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这第二次高潮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也是表现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国民政府方面的 一个就是这个昆仑和莲华的 电影公司的这个创作成就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国民政府方面的话呢 他们拍摄生产了大量的故事片 产量空前的增加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啊 还有那个就是中央电影诗音厂 他们那个国民党政府方面拍摄的影片 其中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像黑夜到天明 他是讲这是1947年出品的 他是讲抗战胜利以后啊 一位大学生回到家乡 从事公路建设 但是呢受到了这个恶势力的阻挠破坏 国民党的成员支持他帮助他 使他完成了这个计划 在家乡修建公路 这中间呢他参加了和父生这个子女儿 谈恋爱的情景 所以结构上也不是非常的这个融洽 另外有一部影响很大的电影叫天字第一号 天字第一号他是讲 国民党特务机关 为了要获取情报 在北平的一个大汉奸的家里面 安插了很多的特务 这个大汉奸家里的内泽 用人 都是国民党的特务 那么最后领导这些国民党特务的 那个特务投资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大汉奸的太太 他是天字第一号的这个特务 他主要是讲这么一个 国民党当时候为了套取情报 所做的这个一些特务活动 另外还有终于自家 天罗帝王再相逢等等 国民党 国民政府啊 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 又拍摄了大量的影片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三四年代的主业的 进步的电影工作者 他们在抗战胜利以后啊 拍摄了光芒四射的 确实资金还是我们感到 有很高认识价值和 鼓舞人心作用的 优秀的现实主义的立作 他们主要是 昆仁和莲华 会代表的这个影业公司 所以第二个方面 我想我们来重点 讨讨论一下 昆仁和莲华的创作 成就 推动了中国电影的 第二次高潮 莲华在三四年代 拍摄了神语等优秀的影片 他们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就完成了八千里路云和月 同时开始拍摄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级八年里乱 到了一九四七年的五月 他们就和昆仁影业公司合并 成立了昆仁影业公司 拍摄了 完成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后来又拍摄了万家灯火 山毛流浪记 乌鸦与麻雀 等这些优秀的影片 把中国现实主义的电影水平 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那么我想就是 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就是中国电影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 大致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轨迹 那么中国电影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产生了第二次高潮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创作的题材 十分集中于表现抗日战争中的人和事 可以说 当时候拍摄影片 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抗日战争的 我刚才介绍了就是国民政府拍摄的 还有就是左翼的文艺工作者拍摄的 都是关于抗日战争方面的 可是他们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已经趋于完满 完整 人物的性格特点比较完整 不是单一的 不仅仅是鲜明的 而且是趋于完整和圆满 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已经开始成熟 它的标志就是涌现出一批水平相当高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 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优秀的一些影片 请我们一起来欣赏 首先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是最早拍摄完成的一部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影片 它可能比较窗挫 里面带有过多的震懵的色彩 讲话很多 但是它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那个眼具队员的千辛万苦 可是回到上海以后 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来表现出 投机的商人 大法国内才飞航腾达 而吃尽千辛万苦的那些为国家 为人民做出贡献的颖纪队员 他们的进化却不如人意 大家都知道八千里路云和月 三十公民成于土 来自于岳飞的满江红 词满江红 当然这首词有不同的说法 说不是岳飞做的 但是满江红这首词确确确确实实存在的 它里面的那些名句 也是窥质人口的 另外 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要介绍的来自于李后主的词 那个这个是没有一意的 问君能有几度丑 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它的片头 这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 对电影创作的影响 我们下面先来看一下 八千里路云和月 那他们演剧队员开始 我们看一段 他们是怎么去的 然后我们用说写的方法来看 他们吃了多少苦 然后我们在重点来看一下 他们回到上海以后的 进化 我代表我们这一队的朋友们 向各位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 能跟各位电影戏剧界的朋友 在客班再见 在战场上碰投 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好 你们放心 我们就会来的 好 你们放心 我们就会来的 好 快来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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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余姐姐 咱们回去吧 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 对抗战很有帮助 林余姐姐 那么你决定跟他们后面几天一块走了 很想 你呢 林余姐姐去我也去 你比我不会骂吗 我哭 我闹 爸爸和妈妈就会答应我去的 Virgin余姐 campus demás 我们下午 Stan 川 爱 伙伙伙优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唱花剧的人 总难免油墙花掉 很不难分 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 怎么样好出身的人 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 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 虽然不过暑假年假 到我们这儿来住住 我跟你姨母 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 不过你父亲总算托过我们 姨母 姨母 对这件事情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姨父姨母总是 我没有法子 真是 这个孩子这么不懂事 你就不要去了 你爱国我知道 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了 不过你可以留在上海 做一点别的事情 你在学校里头 虽然常常的演戏 可是真的要跟一些电影明星 跟那些戏源字里头人搞在一起 我觉得也不大好 够了表哥 我不要多说了 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吧 好 你再静静地想一想 我的话是不会错的 吃完了晚饭以后 我们出去兜兜风 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好好好 你现在让我静一静 我心里烦得很 好 我先去订好一部车子 这两天汽车的生意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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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 大海的事情一样 需要人去做 那天汽车 小浩小浩你坐 你回到市面告诉我姨母 医生说我已经走了 好的 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我来信 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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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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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要经过战区的时候 你可别怕哟 要怕我都回来参加了 怎么 你以为女孩子一定会怕吗 有这么点意思 好 好 小赵 你又欺负女孩子了 看事了看事了 大家快上车啊 好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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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 我们的天彩到家 走着风暂天装 可他 早前一句话走他 民族街帮你赶他 又要给妈妈说话了 没感受把林玉姐姐拉回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的话 是吧 他那个就是把那个他们去演出的艰辛 和回到上海以后的进化 做了对比 和留在上海 搞投机倒把 大发横财的做了对比 那从而表现出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善恶颠倒的社会 善良和罪恶是颠倒的 犯罪的人反而是过着花天酒地的好生活 为国家 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人 最后都没有好的结果 所以这个影片的话 对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现象 所以这个影片是当时候最早退出的反应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部影片 那么我想我们就是说可以看到其中的这个主要演员 主要的男演员 陶金 女演员 白杨 都是两位很著名的那个当时候是很著名的年轻的演员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他们两位也分别扮演男主角和女主角 那这部影片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话 小孩出来 那个穿插了一个秋风扫露夜的镜头 从而来表现出一种凄凉的气氛 最后又是一个问号 是死是活 今后生活怎么过 都是一个问号 从而增加了这个作品的一种 启人 启发人思考的力量 会使人产生联想的力量 那么这部影片是当时最早推出来的一部影片 下面我们来看他那个 可以说是红篇巨著 一江春水向东流 是一个长片 整个影片要三个小时 他分上级八年离乱 下级天亮前后 是讲一个家庭的悲剧 可是他没有把它写成一个个人的悲剧 而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我们来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 看开始两个人恋爱 成婚 分别 分别的话 主要是因为抗日战争以后 男的要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可是去了以后啊 男的给日本鬼子抓起来了 他逃到了重庆 在重庆 碰到了王立真 就是开始他们工厂里的一个同事 这王立真的话本事很大 是个交际花 引诱他 辅食他 最后他跟王立真拼鞠了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了上海 苦苦等待他的妻子素风 到一个妇人家去帮荣 做佣人 看到了这些丈夫 我们来看他们前后的境遇和情感的起路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部分 他们开始相识相爱成婚的那个篇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 由王立真小姐表演西班牙舞 大的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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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快... 我已經完了,搬東西,搬東西,好,好... 快,快,快... 好... 好,好,好,好... 美子王今天表演得精彩,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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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你... 來,來... 哎呀,怎麼搞的呀,你的氣子也沒有嗎? 美子王,我來補好嗎? 天女娘 上網上場上場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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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搞的呀 你們鐵子又沒有 鐵子又撈你了 哎呀 中娘 因為我今天出面不大方便 關於義勇軍的 好 那我去說好了嗎 我怎麼說好呢 他才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看這個 他的前部分 前部分的話 他那個電影畫的技巧 確實到了很成熟的階段 我們看他一個細節描写很細膩 臨走之前 他母親怎麼樣給他縫衣服 是吧 戴上眼鏡 他們兩個人在邊上說老人家要自己縫 然後把那個孟嬌的那首詩拿出來唸 他在那個他們怎麼相愛的時候 他用很簡戀的手法上課的時候 他在下面聽 那在演講的時候 他在邊上鼓掌 把這個樹芬對張仲良的這種愛國正義的一種 仰墨 愛戀表現得非常的簡戀 而且他們結婚以後 怎麼樣就是 兩雙繡畫鞋 兩個枕頭 是吧 然後馬上就跳一到有孩子了 有孩子了 他就是一個在做那個小棉袋 在繡那個小寶寶 是吧 他用很書寫的很快的手法 他有詳細 有簡律 那給我們就是說很深的印象 同時的話他其中的人物他做出了鋪墊 剛才表演那個西班牙舞的王立真啊 在後面有很重要的角色 他對張仲良的這個轉變起了關鍵的作用 他在前面都給他出現了 然後跟他說 希望在內地能見到你 都留下了伏筆 而且王立真說 我到了漢口就要去找彭浩公 彭浩公就是一個大的資本家了 後來張仲良就在他的公司裡做事 所以你看他這個電影化的手法和技巧 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啊 他在開始對後面的事情都做了交代伏筆 那而且在描寫表現上有詳細有簡律 電影化的手法用得很好 他回來說明天出發我不會遲到 就告訴你馬上要走了 那回到家他用不到給他解釋怎麼樣怎麼樣 是吧 所以這個手法很好 那我們下面再來看 八年過去了 張仲良是一個多麼富有正義感 正直的愛國的熱血的青年啊 他參加救護隊 很快就給日本鬼子抓了 抓了以後他從那個集中營裡逃到重慶 逃到重慶以後 投奔了王立正 像個嬌花子一樣去找王立正 王立正給他安排了工作 讓他住下來 一步一步的使他轉變 最後他和王立正拼居了 抗戰勝利以後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那個婦人家 在上海的那個婦人家 就是剛才那個織毛衣的 何太太的家裡面 舉行舞會 在舞會上 樹芬 端盆子 端菜上來認錯了自己的丈夫 我們來看最後的局局 那是多麼的悲痛 私人心肺 私心利肺的一種忏痛 我們來看 我們看他兩次上班 第一次去 他就跟佣人說 我要去公司上班啊 滿腔日清早早趕去 七點五十分 可是到了九點二十分來的人 十點二十分來的人 多寫的是八點整上班啊 他看裡面的人在畫漫畫 在算自己的小賬 在打麻將 第一次請他喝酒 他說我不會喝啊 可是後來他第一天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 我們看兩種音樂 一種音樂是主題曲 問君能有幾度愁的音樂 這個構想起他對家人的思念啊 他推開窗 外面的空氣進來了 那這個音樂響起來 他在思念他的家人 但是另外他打開無線電收音機 裡面的是什麼 好花不常開 好景不常來 還是那個迷你之音 兩種音樂說明他的思想在矛盾的鬥爭 王立正回來了 說你還沒有睡啊 那你對公司的印象怎麼樣 他說公司裡沒有什麼抗戰的氣氛 那王立正說你剛從前線回來的人都這樣 把一地鈔票給了他 說你看看電影看看戲 消遣消遣火氣就會平下來 好我們看他第二次去公司 怎麼樣 十點二十分去他寫八十整 去了以後他自己畫漫畫 他自己主動的去請老公公科長喝酒 第一次是公科長叫他乾 他說我不會喝 這一次是他去請公科長喝酒 喝的不成樣子 他說了一些真話 好像什麼東西都在征服我 說明環境對他的噴射 他說我終有一天變得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那所以你看這個影片的現實主義力量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描寫了環境對他的情勢 他變壞不是他自己的原因 開始我們開始這麼好的一個青年 那後來怎麼會變壞 那後來怎麼會變壞呢 環境 所以這個一江撐水 向東流是五四以來現實主義電影最優秀的一部 他的力量就在於激示了環境對人的侵蝕 通事和腐蝕 這樣子的話就是他個人的轉變過程 不在於他自己的責任 而是我們這個環境 報紙上寫是前方吃頸 後方頸吃 但是矛盾當時對於重慶有一個評價 是一方面是認真的工作 一方面是荒淫無恥 在重慶的人過的都是花田酒地的生活 忘了前方的 欲許奮戰的將士 所以這個電影的話在現實主義的力度方面 達到很高的水平 在即使環境和人物的關係方面 達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這部電影的話 我想我們就是今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可以來進一步的挖掘 今天主要是時間關係 下面我們還有一部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萬家燈火 那因為時間關係的話 我們這一部這部電影比較長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 萬家燈火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的兩個演員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陶金和白羊 那就是在八千里路雲和月 他們也是男女的主角 那麼萬家燈火的男女主角呢 就換了 一個是藍馬 一個是上官雲珠 上官雲珠呢 在這部影片中出現過 就是扮演織毛衣的那個胡太太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下那個就是萬家燈火 萬家燈火裡的老太太呢 也就是這部電影中的老太太胡英 他扮演張忠良的母親 在萬家燈火中 他扮演婆婆 那我們下面來看一個片段 快點 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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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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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最后的结果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给他安排工作 他家里的陷入困境 他的这个妈 他的母亲和这个他妻子 这个就是 大家都是给生活的贫困 说压得惨不过气来 所以万家灯火的话 是像一个小职员 一个小职员在抗战胜利以后 面对这个物价飞涨 公司倒闭 财源的情况 所家庭发生的这个 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三部电影的话 是抗战胜利以后 现实主义的优秀的作品 当然还有 还有山貌流浪机呀 那个乌鸦与麻雀呀 那个在人物刻画上 都达到了很高的竞技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介绍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的 这个中国的影谈 首先在抗战期间的话 就是国民政府 他也拍摄了很多抗战的影片 同时的话 就是孤岛电影和 那个就是主业的电影工作者 在一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 共同为宣传抗战 做了很多的这个电影方面的宣传 那么在抗战胜利以后 中国的影谈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国民政府拍摄的影片数量 比以往任何时候多增加 那么昆仑和联华公司的创作 推动了中国第二次电影的高潮 那么这主要表现在奇才 集中性 都集中在抗战战争的人与世上 出现了一篇 现实主义的优秀的立作 在人物刻画上达到了完整和圆满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张忠良的形象 那还有那个就是万家灯火中 这个小职员 那个胡志青的形象 八千里路云和月 那个江灵月和高黎斌的形象 都为我国这个电影艺术画廊 增添了新的人物的光辉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加 同时感谢杰牧师和菲利普 他们在这里心情的劳作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三 大家再来指教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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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